一生長髮 黑耀了了 出將爸爸 為之 老和老 二生長髮 路耀了了 我叫潘永燕 永遠的永燕麗的燕 我住在黃洛瑤寨 之前我也是去歌舞場那邊參加表演的 後來因為家裡開了一個農家餐館 然後忙不過來 所以我就在家幫忙 現在就很少去那邊表演了 以前上學的時候我也覺得 留長髮很麻煩 可是後來慢慢地聽爺爺奶奶他們說 因為我們這個民族 長髮是象徵長命與富貴的意思 然後是封屬習慣 自己的民族不能去改變它 然後就一直留 留著留著時間長了 然後也很喜愛自己的頭髮 然後突然我覺得 自己有一頭無黑亮麗的長髮 然後就能顯得自己更加的有魅力 然後我覺得很好 當時那天是有人家也在建新房 因為建新房都會調好的日子 然後就是那天剪的 所以很多親朋好友也都在 然後媽媽是肯定少不了的 還有一些好姐妹都在 剪頭髮的時候 因為自己有一些傷心 然後又感覺捨不得 剪頭髮的時候自己有掉眼淚哭了 然後旁邊的那些好姐妹看到 也都每個人都流淚了 還有媽媽媽媽也比較傷心 所以這次要去途中 很多人都不在家 就在說外面有些好姐妹 好姐妹 所以說外面有些好姐妹 好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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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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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